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套机制 与套机制编程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知道 通过端口呢我们可以唯一的 标识不同的网络进程 对吧如果你一个进程 在使用网络的话那么肯定是有 一个端口的那么我们就是通过 这个端口来识别 不同的网络进程的 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端口呢 它是使用16个比特位来 表示的它表示的范围呢 是0到65535 那么由这个端口 以及上一章我们所 学习的这个IP呢我们就可以 表示或者说指定 网络中的某一台主机 的具体进程是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IP和端口的 组合呢我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去代表它们那么这个名字呢 就叫做套接制 也叫做这个Socky 那么对于这个套接制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里面的套接制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 东西它只不过是之前的这个IP和端口这个组合的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套接制呢它可以表示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TCP连接呢它是点到点的一个通信 两个端点之间呢会有一条TCP连接来进行这个通信 那么这个套接制呢就可以表示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那么通过这个套接制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对网络进行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套接制来进行编程的 我们通过这个套接制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对于TCP呢我们知道TCP的连接呢 它是由两端所组成的 因此呢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表示为两个套接制 那么通过两个套接制呢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去指定某一条这个TCP的连接 而对于套接制呢就可以表示成为是这个IP和端口的组合 因此呢通过两个套接制或者说两个IP和两个端口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TCP的连接 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这个TCP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 TCP由两个套接制组成 那么这里面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 一个IP呢它可以有多个套接制 因为呢不同的端口和IP的组合呢就形成不同的套接制 那么这个呢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套接制进行编程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这个架构看作是这个CS架构的 那么这个客户端和这个服务端呢通过这个TCP连接来连接起来 然后呢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呢 我们都会使用一个Socket也就是一个套接制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对这个客户端和服务端了解他们的套接制编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服务端 那么对于服务端呢首先就是创建的套接制了 第二步呢是进行这个绑定套接制 把这个套接制绑定为某一个IP和某一个端口 第三步呢就是进行这个监听监听性的连接进来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进行接收和处理这个消息了 那么这个呢是关于套接制服务端一个编程 它是这个被动连接的一方 接着我们来看主动连接这一方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对客户端呢就简单一些 首先也是创建这个套接制 然后呢进行这个连接 把这个客户端的套接制呢连接到这个服务端的套接制 然后呢再进行这个信息的发送 那么这个就是客户端的过程 我们接下来呢也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理解这里面的套接制编程 那么来到Python ID 第一在这里面呢我们使用Python来进行这个套接制编程的一个事例 这里面我们首先新建一个server.py 在这里面呢我们先进行这个服务端的编程 这里面呢我们先进行服务端的编程 我们先把这个Python语言所提供的这个套接制的这个包给引进来 那么对于这个Java呢 或者说这个世界佳呢同样有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呢是由操作系统的这个协议相关的服务所提供的 接着我们定义一个server的函数 这里面呢我们完成这个套接制的监听 那么首先是创建socket 第一步对吧 创建socket 那么socket呢很简单 x等于socket 通过socket.socket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套接制了 当然了这里面是这个Python的语法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主机 设置为127.0.0.1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回环地址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然后呢是这个端口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设置为6666 接着呢我们就进行了第二步 对吧绑定套接制 对吧绑定的也非常简单 我们使用这个套接制自带的并方法 那么它呢需要有一个参数 分别是这个主机和端口 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通过主机和端口呢 我们就可以唯一的确认一个套接制是什么 那么也可以确认是这个TCP连接的一端 对吧 然后呢就可以进行监听了 监听 s.listen 这里面呢监听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逻辑 我们先接受这个来自客户的请求 然后呢我们打印银消息 把这个客户端的地址给打印出来 然后呢往这个客户端发送一段消息 welcome to my course 然后再把这个连接给关闭掉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服务端的一个逻辑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使用这个Socket呢 作为四部创建绑定监听和使用 然后呢我们再来编写这个客户端 请建议发送文件client.py 那么它的逻辑呢也是类似的 我们首先把这个Socket给引进来 对吧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义一个client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创建一个 套接字对吧 同样的模式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里面的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套接字连接起来 连接到这个服务端 连接套接字s.listen 那么这里面呢需要传递一个地址 首先这个主机呢是叫27.0.0.1 端口呢是6666 对吧 那么这一个是监听的端口 连接的端口搞错了 不是listen是这个connect 然后呢我们就打印行信息 说这个receive message as.receive 这里面我们指定接收的长度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再打印一个关于这个 第几个客户中的一个这个参数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再打印一个参数 表述说这是第几个这个客户端 最后呢再把这个socket给close掉 对吧 然后是主方法 好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客户端的一个编写 可以看到呢最简单的 它就是编程的也非常简单 分为三步 第一步呢是创建连接 然后就是使用了 我们先把这个服务给跑起来 然后呢在这个客户端 我们也把这个客户端给跑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可以正常的连接 好的这里面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共运行了十个这个客户端 零到九 然后呢每个客户端都接收到了这个 welcome to my course的内容 那么这个呢是由这个服务端所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套杰字编程的一个简单的事例 那么这里面呢也是的是拍摄的语言 那么对于其他语言呢 它的步骤也是类似的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语言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套杰字编程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了解了这个网络套杰字 不知道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相关的内容是似曾相识的呢 没错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学习了这个预套杰字 那么预套杰字呢它的操作过程或者说流程呢 和这里面的网络套杰字是相当类似的 那么这里面的网络套杰字和这个预套杰字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这两种套杰字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网络套杰字 那么对网络套杰字呢 其实不管是跨计算机还是说在同一个计算机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网络套杰字来进行数据传输的话 数据呢都会经过这里面的协议站 比如说它会首先经过传输层 对吧 然后呢来到这个网络层 然后呢再来到这个网络接口层 然后呢再回到网络接口层 网络层传输层 然后呢才回到我们的用户界面 这里面注意的是 不管有没有跨网络传输 它都会经过这里面的协议站 它会在这个网络协议站里面走一遭 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数据呢 是自己传给自己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预套杰字 那么对于这个预套杰字呢 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预套杰字文件来进行传输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了解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预套杰字文件呢 它是一个s这个符号的一个文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预套杰字 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话 这些数据就不需要经过这些协议站 所以呢 如果是单机的通信的话 我们更推荐使用这个预套杰字 来进行这个进程间的通信 因为呢 它的处理流程更加简单 系统的消耗也更加小 那么如果是单机通信的话 使用网络连接就不好了 因为即使是单机的连接呢 这个数据也会在这个协议站里面走一招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性能会降低 那么如果说进行跨机器 跨网络的进程间通信的话 那么就只能使用这个网络套杰字了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一套杰字 和网络套杰字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个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喜欢通过这节课呢 同学们可以分辨这个一套杰字 和这个网络套杰字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